美選 你關注美選嗎 絕對不能夠說 我們台灣人幹嘛看美選 超級重要 全世界關注 跟這個美中台三邊的關係 太有關聯了 今天下午一點鐘 我跟介大使世界越來越爐的直播 哇 線上的網友人數超高 海內外的很多華人朋友都來上課 如果錯過的朋友記得去補課 那個課會 介大使講得非常好 補充了很多全世界 怎麼看待這場美選的一個角度 確實看待的角度很多啦 你可以看熱鬧 你可以看門道 從台灣角度出發 從大陸角度出發 從歐洲角度出發 都可以在美選當中 找到一些關聯性 那真的是大驚奇嘛 本來不是說共和黨有紅潮嗎 現在說只剩下涟漪 剩下小泡沫 那拜登笑了 川普涼了 先給大家一些基本資料 目前在眾院 共和黨是領先的 但是幅度也沒有像大家想得那麼大 然後就是這個共和黨 好像不像之前大家各方預期的 都會這麼強 那拜登雖然支持度很低 這個通膨又很嚴重 經濟問題又很嚴重 但是好像他也沒有太連累到 他的這個民主黨 那參院的部分非常非常的膠著 恐怕還要到這個12月6號 才會有定案 所以真的像球賽一樣 要比賽到最後一秒鐘 才能夠分勝負 這個美選超好看的 真的非常好看 有一些看熱鬧的部分 好 這個推特超高興 拜登拿起手機 有沒有 很開心的 向盛選的民主黨人祝賀等等 然後還有這個關鍵的賓州 有沒有 川普力挺的參議員的席位 由紅轉籃 白宮氣氛也非常非常的好 那當然因為今天這個時間的關係 關於美選的這個內部 我們可能不去太講美國內部的問題 好不好 我們還是從台灣的角度出發 來關心一下接下來 中美兩大國的博弈 因為我們台灣還是核心的重中之重 可能也是一個 在裡面一個很有效的一個工具等等 好 接下來有很多 這個細節我們要看 對於中美兩國來講的很重要 大陸才剛剛二十大結束 有沒有 那美國就是期中選舉 期中選舉是對這個 美國總統的一個期中考試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兩大事件結束之後 習近平跟拜登 他們的權力有嚴重的落差跟消長 二十大之後我要問大家 習近平是強化了還是弱化了 你覺得呢 當然是強化了嘛 對不對 他進入了他的第三任 展開了他的這個大國外交 那我再問你 在美國期中選舉之後呢 拜登是強化了還是弱化了 很多人用博壓 用博角來形容他嘛 所以這樣你就懂了 在兩個內部的這個重大事件之後呢 兩大國的這個元首 他們的權力消長對比落差很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接下來的中美各方面的大戰 科技戰啊 還有這個貿易戰啊 各方面的大戰之下 會有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變化呢 我先請教一下介大使 這方面的專家 因為接下來就是G20嘛 那在這場峰會當中 之前的佈局 這兩大國就已經極度綿密的 展開了這個外交戰 你的預料呢 我先談一個核心問題好了 你覺得在這個G20當中 拜習有沒有會面的可能性 會面還是不可避免的會談我們台灣嗎 會 我覺得可能性很高 而且一定談台灣 台灣是前提 因為中國當中來講的話 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就是雙方在1979年有關台灣問題的 產生了共識 如果這個共識被美國這種 所謂的掏空的話 那麼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就沒有 那麼就會瀕臨一種瓦解的狀態 所以中國大陸是把台灣問題放在前提談 如果沒有共識後面就瓦解掉 所以一定會談台灣問題 不過就是說 中國20大之後 它的外交方向更明確 之前其實已經有跡象了 基本上我認為就是從這個 被動回擊轉為主動出擊 主動出擊 基本上你就看 這個其實我認為像蕭茲 越南總書記 還有這個巴基斯坦 非洲坦商在總統 在過去一段時間 過去半兩個星期的密集到大陸訪問 我覺得是中國大陸深出 有深邀請他們過去 然後這裡面呢 我認為就是說你主動出擊以後 你會創造跟美國談判的籌碼 因為如果被動的話 籌碼就是別人掌握 他現在基本上創造了新的籌碼以後 事實上我覺得跟美國在很多問題上 就可以怎麼講來 雙方論經伎倆的來這樣交換利益 交換利益 那我覺得最主要中國大陸 最在乎美國的 跟美國關係裡面 我想核心就是台灣 我們會看到很多這些 所謂的科技戰貿易戰 還有經濟戰 其實美國也沒有占到太多的好處 你看美國用這個貿易戰升高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關稅升高的 平均19.5% 大概三千多萬個 三千多萬 三千多億美金的貿易 那麼中國大陸跟美國的貿易 基本上在今年 基本上比往年的這個貿易量還要增加 那科技戰的話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科技 也不是那麼容易被打敗的 因為事實上中國大陸 這個連這個太空站都收到 送到這個這個軌道上去 這個科技上跟美國是怎麼樣 各有一片天 美國用它的強項來打中國大陸弱項 可是那問題是中國大陸弱項 就以晶片來講的話 差距也不到三到五年 那麼也不見得會給中國大陸造成這種 致命性的打擊 所以這些問題 我覺得中國大陸事實上就是 就是兵來將黨 雖然可是臺灣問題 我覺得中國大陸會造成他全球的布局上 就是為了將來 如果臺海發生戰爭 怎麼樣應付美國 所以這裡面 你看這個中國大陸跟沙烏地的這個 關係就要改善 為什麼 一打仗的話 第一個你的能源要確保 第二個你的貨幣 還能夠管用 因為美國會不讓你去用這個 SWIP的系統跟上俄羅斯一樣 所以現在美國 中國大陸跟沙烏地在講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我確保我的油源供應 可是啊 你油供應我的時候呢 我付人民幣你接不接受 石油人民幣嘛 石油人民幣 你接受的話 那基本上中國大陸就不怕打仗的時候 這個東西不得了 這個非常 這個是一個很大轉變 因為而且現在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貿易 也基本上都要轉變為人民幣 而且俄羅斯是中國大陸能源 第二個重要的供應國 還有很多糧食 所以現在我認為中國大陸的這個外交 基本上是備戰 備什麼兩岸兩岸開戰 那麼所有的能源糧食還有外交 還有軍事上 他都在做一個快速的一個佈局 那我覺得這個習近平跟這個拜登 見面的時候還是談這些問題 不過雙方啊 除了各談底線之外 會各秀他的肌肉 告訴他啊 我說得到做得到 你不信你就試試看 就是不會示弱 而且會把紅線 有關台灣問題 紅線會講清楚 對 但因為目前中美雙方的氣氛很不好嘛 所以是不是會有這樣敗習會 美方的講法就是說 目前沒有什麼可以報導的這個進度 那大陸也還沒有這個證實等等 所以當然你說 見面都去了 應該是會見面 但是從這個外交上來看 見面有很多種啊 各說各話也是這種見面嘛 大國還是希望鬥而不破 所以第一個你會覺得 會這是會是一場什麼樣的見面 會有點尷尬嗎 大家各說各話 各發各的新聞稿 然後內容都不太一樣 我們要怎麼看待他們會後的聲明 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雙方的權力消長 實在是落差太大 雖然拜登跛腳 雖然這個習近平看起來 現在越來越強 但是習近平這個 內部權力的鞏固 對上這個拜登的這個 跛腳 內部勢力跛腳 但是在中美對抗的這一塊 中國大陸能夠淘到便宜 淘到好處嗎 因為看起來對中的強硬 是民主黨 共和黨的一個共識啊 對 我覺得美國基本上是希望 蔡英文 我們台灣人自己出兵 自己帶軍糧 去跟中國大陸打一仗 對 那美國在後面就是山火 美國不太可能在這個情況之下 說服美國老百姓 然後說美國帽子跟中國大陸 另外一個核子大國 產生核子戰爭的危險 去為台灣打一仗 這是不可能的 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他希望中國大陸 把中國到逼到牆角 然後中國大陸 跟台灣發生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 明年2023年 台海會更不平靜嗎 應該是每一年 都比每一年更不平靜 我是很不想 很不願意這樣講 因為 因為美國 對於中國大陸的 惡阻的各種的手段 都慢慢都沒有發生 沒有辦法發生效應 效果的時候 那麼他十年之後 他曉得如果不能夠有效 惡阻中國大陸以後 他就變成 No.2 No.1就是中國大陸 這是他不能忍受的 他不能忍受 所以美國認為就是說 這個十年是一個關鍵期 所以在這個期 所有的手段失效以後 很可能就要把台灣派上用場 就是跟中國大陸發生 無力衝突 最好是烏克蘭 俄烏戰爭的模式 因為俄烏戰爭 事實上你可以看出來 進入一個焦灼戰以後 俄羅斯被拖的也蠻慘的 所以美國希望台灣 敗演這個烏克蘭的角色 那美國也希望 那麼中國大陸變成下一個俄羅斯 所以雙方我想都已經看清楚 最後的雙方的目的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應該是會用強硬的方式 用實力讓美國打消 在台海引起戰爭 這樣子的一個意圖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 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